注意以下画面可能会引起不适 但十分真实 心脏不够强大 请直接画造 大家有没有幻想过丧尸爆发的场景 现在你们不用幻想了 一张机票满足你 最近就有外媒报道 僵尸观光之旅 竟然成为了美国网红打卡的新项目 只见一个个博主 有的是本地的 有的还特意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费城肯辛顿 去拍摄那些流浪汉在街头痛苦挣扎 宛如僵尸般的惨状 最近这类视频 是在羊狗上迅速爆红 好多都有这成百上千万的流量 我现在也确实越来越能理解 为啥美国想要风沙养斗了 这美国人一看一个不知声 你们看这场景 行尸走肉来这取景 也不至于乱尾成这样 只见这些流浪汉们 是一个个弯腰驼背 昏迷不醒 甚至是直接摊在了人行道上 还有的漫无目的的在街上亮相 周围都是帐篷和散落垃圾 更可怕的是 有些人身上都长满了溃烂的创口 血和浓从伤口中流出 因此截肢的人也大有人在 土我就给你们打码了 免得你们把饭给吐出来 那为什么会如此可怕 就是因为一种新型毒品 开始在废城街头泛了 它名叫Trunk 它的真身是一种叫做 甲本塞琴的药物 之前仅被批准用于兽医用途 服用Trunk会影响人的肌肉 让人变得难以直立 就会出现视频中种种僵尸的形象 此外呢 它会腐蚀人肉 阻断呼吸 使人毁容 截肢甚至死亡 所以称它为僵尸毒是一点都不为国 有记者采访当地饱受困扰的浪汉说 每天晚上睡在人形同档上 我都会哭泣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落魄的人 但又忍不住第二天 接着继续靠近毒品 我遇过有人在我身边被枪杀 遇到过有人想要侵犯我 在炎热的夏日街道上 我看到人们注射Trunk的伤口上 是爬满了各种跳脑和蛆虫 那即便如此 我依然无法摆脱这种药物 早上起来啊 我会哭着醒来 因为我的手臂腐蚀的越来越严重 已经快要不行了 所以说三天之前视频说 其实讲师的视频展示的是 美国流浪汉美好的一面 真正流浪汉生活远不止药饭这么简单 在现如今费城锦君子的样本检测中 有90%的结果 都是成甲本塞琴是阳性的 当地的医疗工作人士这么高的记者说 对于费城来说 一切措施都以为是一万 那现在对于美国网络上风靡的这些僵尸视频 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有人就觉得 这类视频是对于这些流浪汉的剥削 是侵犯他们的人权 但也有人觉得 这样的视频能在美国是越多越好 人们是需要注意到这些东西的危害性 是最真实且免费的进度宣传 那你们觉得谁说的更有道理呢 如果我们在美国人参静 我们对了 我们下来的